据最新消息称 003号航母即将闻事 而这艘航母同时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 这艘航母到底是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 一直是网友争论不休的话题 那么核动力和常规动力究竟相差多少呢 根据资料显示 核动力航空母舰是拥有近乎无限的续航能力的 虽然每几十年就要更换一次核原料 并且每次更换核原料的费用也极高 但是根据航母的使用寿命来看 一艘航母在服役期间只需要更换一到两次核原料 并且核动力航母的内部空间更大 不论是舰载机还是弹药 核动力航母都能装得更多 实战中的战斗能力也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其次核动力航母的启动时间非常短 当战争来临时 核动力航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启动发挥作用 并且在海上航行时可以全程保持全速前进 而常规动力航母就做不到这样 首先锅炉预热之后才能带动蒸汽发动机 而常规航母如果在海上一直保持全速前进 要不了多长时间就需要燃油补给 会对战斗力造成很大的影响 当然并不是所有核动力航空母舰都拥有这些优势 譬如高炉基的戴高乐号 就是核动力航空母舰中的另类 当初高炉基建造戴高乐号 就是为了能拥有自主建造核动力航母的能力 为了发展他们的海军建造能力和海军整体水平 然而从建造开始 戴高乐号就面临种种问题 现实经费不足 导致戴高乐号的建造时间一拖再拖 最终用了12年的时间才正式服役 其实这并不致命 毕竟慢工出细活嘛 戴高乐号最被人诟病的就是它的航行速度 根据资料显示 戴高乐号最大的航行速度只有25节 就是因为这个航行速度 高炉基再次成为了世界笑柄 而戴高乐号航行速度慢 完全是因为舰载核动力反应堆功率不足 其实在核动力航母建造过程中 如何完美解决动力问题才是最核心的 而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这项技术的只有美国 除此之外 高炉基在舰载机弹射系统上 可谓是费尽心思 毕竟这关乎到航母在实战中的战斗能力 虽然高炉基一直宣扬要自主建造戴高乐号 最终却还是向现实低下了头 从美国购买了整套蒸汽弹射器 戴高乐号就是一个先例 世界上很多有能力建造核动力航母的国家 就是看到了戴高乐号的惨状 才暂停了核动力航母的研究 毕竟谁都不想 耗费举国之力建造出的一艘门面航母 到最后却沦为他人口中的笑柄 而常规动力航母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不堪 尽管续航里程和舰载机数量不及核动力航母 但是从战略角度来讲 美国大力发展核动力航母 是因为冷战时期 为了制衡苏联巩固海上霸权才建造的 其实最开始 美国并不看好核动力航母 不管是从造架 还是后期维护上来看 核动力航母的性价比都不高 毕竟核动力航母最开始 还是为了大规模的海上战争建造的 而在现在这样一个和平时期 除了美国这种 打着国际警察到处为恶的国家 需要核动力航母进行远洋巡航的国家 爱好和平的国家 其实是不需要核动力航母 这种东西来撑门面的 大家关注的另一个点就是 003航母上搭载的是蒸汽弹射 还是电磁弹射的问题 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 蒸汽弹射会造成比较大的能量损耗 而电磁弹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从能量损耗的角度来讲 电磁弹射是一定优于蒸汽弹射的 但是从世界航母发展史上来讲 蒸汽弹射已经是一项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就算是美国海军高层内部 也有两派人在争论 蒸汽弹射好还是电磁弹射好 相较于蒸汽弹射 电磁弹射的技术尚不成熟 就算是美国这种航母大国 也不敢保证电磁弹射在使用中不出现问题 电磁弹射最大的问题 就是可能会出现电能不足的情况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蒸汽弹射和电磁弹射各有优缺点 还是那句老话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不必盲目追求最先进的技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其实航母的发展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了 航空母舰这个概念最开始始于19世纪初 美国一个名为尤金伊利的飞行员 第一次城市从舰船上起飞 这种战机起飞方式 给了世界各国一种启发 如果能用继续发展这种技术 用大型舰船将战斗机运到更遥远的地方 不管是海战还是陆战 战斗机的作用都能发挥到最大化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日不落帝国成为了第一个拥有舰在飞机的国家 但当时的技术极不成熟 飞机起飞之后 只能降落在附近的陆地 如果降落的地方没有机场或者地形复杂 这架飞机就相当于报废了 1917年 日不落帝国在此基础上 开始建造全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 并命名为竞技神号 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海上力量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 正在崛起的日本人瞅准了这个机会 因为陆地面积小 作为岛国的日本 非常希望自己能拥有日不落帝国这样的海上力量 从1919年开始 日本就开始了航空母舰的设计 让世界各国都没想到的是 后期发力的日本 竟然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舰 凤翔号 日本的突然崛起 惊动了西方列强 他们也不愿意在海军力量上 落后于这个弹丸之国 同年 美国开始了航空母舰的研究和制造 因为当时 美国就已经意识到了 如果世界范围内的战争爆发 日本将成为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 最大的敌人 尽管当时美国没有将这个岛国放在眼里 但日本的增长速度 和日渐强盛的军事力量 还是让美国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意味 和日本不同 较大业大的美国 一次性就启动了六艘航母的建造计划 这样雄厚的资本 不管任何国家看到都眼缠不已 但是在一战时期 各国的航空母舰都在建造阶段 并且这种最新型的海上武器技术并不成熟 所以很多国家还是选择使用战列舰等成熟技术参战 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发生了巨大转变 经过一战的洗礼 西方列强逐渐意识到了海上力量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开始逐渐发展和建设大型海面舰艇 虽然航空母舰的建造成本较大 但是为了争夺海上霸权 各国不一余力地开始建造最新型的航母 不管是航母吨位还是航母动力 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航母的升级换代 也带动了舰载机的升级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相较于陆战 海战成为了更多国家角力的方向 海军发展也在这个阶段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 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海战上的任何战役 都离不开航母 二战结束之后 作为战胜方的美国 更加意识到了航空母舰对海上霸权的重要性 在航母的建设上投入了更多资金 蒸汽弹射器就在这时成为了美国航母的标配 1958年 全世界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开工建造 那就是企业号航母 三年之后 企业号航母就下水服役了 当时美国只是为了实验核动力对航母的加持到底有多少 当企业号航母在大海中航行后 美国人才发现核动力航母的巨大优点 而在和平时期 除了进行远洋航行 核动力航母几十年都行驶不了这么远 这下子 美国人算是尝到了甜头了 他们开始大量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 迄今为止 美国尚有11艘航空母舰在服役状态 其中10艘是尼米兹级航母 另外一艘就是大名鼎鼎的福特级 但是到目前为止 福特号航空母舰依旧没有构成完整的占领 而在不久的将来 003号航母服役之后 福特号航母很可能还停留在现在这个阶段 所以不管003号航母是核动力还是常规动力 从战场上的能力来讲 福特号航母不一定能在深海和003一较高下 至于003号航母什么时候面试 还请大家拭目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